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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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Cougar為了Computex 推出的水冷 那Cougar其實還有空冷 Cougar我們今年水冷總共大概分成 幾個類型有比較效能型的 然後還有比較靜音型的 還有一些比較CP值 高的類型的 那總共有四款 分別是我們Poseidon Performance 然後Poseidon Silence 還有Poseidon Elite 那每一款他們的就是根據消費者的需求 你可以選擇如果比較偏要靜音型的 那你就是挑我會推薦用 Poseidon Silence的這一款 那如果說你想要效能CP值高點的話 那Elite那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有比較效能型的就是可以挑我們這款 Poseidon Performance 那這些呢都預計在我們今年下半年的時候會上市 都是我們今年最新的水冷款式 然後也有360跟240兩種 兩種size 那在空冷的部分呢 我們Fora系列有三種 一種是Fora 三款系列 一個是Fora 然後還有我們的Fora Fora RGB款式 那每個款式呢也會依照不同的需求 像我們Fora RGB的款式搭配是ARGB風扇 那如果是Fora的話 它是搭配的是沒有ARGB燈效的風扇 那依照需求我們有五十八五跟一三五三種不同的尺寸 那也是可以根據消費者的散熱需求去選擇適合你的類型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這個最新推出的這個風扇 風扇叫AppHoller 那AppHoller它我們這次採用的是卡扣型的方式 所以消費者在裝機的時候會更方便的去裝機 不用像以前這樣需要用穿線的方式 那另外還有我們MHP120的風扇 那它有白色橘色跟黑色三款 嗨那我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KUGA的全產品線 因為KUGA其實我們推出了很完整的一套產品線 所有玩家會使用到的產品 我們幾乎都有 那這邊呢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整套的東西 全部都是KUGA 包括你看到椅子、桌子 還有我們的機箱跟鍵盤滑鼠 都是KUGA的產品 那這邊想先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KUGA Terminator 是我們旗艦型的椅子喔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整個設計 是非常不同於一般的電競椅 然後還有它後面有一根很像龍骨的一個這個設計 那它其實不是只是為了好看 那它這邊有兩個支撐點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你是可以感受到它很有力的去支撐你的後背 那做起來對身體也是會比較沒有負擔 會讓你的身體比較舒服 就是長時間遊戲的玩家們 做起來也都是非常舒服的 那我們還有附兩個靠枕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機殼 機箱Kratus 它機箱也是KUGA非常熱賣的產品喔 那這款機殼Kratus 是我們今年推出的一個旗艦級的產品 那它的最大的特點是它非常適合做改裝 那因為它是open frame的一個設計 然後還有它整個造型 就是不同於以往我們機殼比較簡約型的設計 那它整個東西 包括你看到這些曲面玻璃啊 我們特別設計這個玻璃的款式 就是讓玩家改裝好之後呢 可以很清楚去展現它的作品 那以及它的這個旁邊的一個鋼管的設計 除了讓它更好看之外 也可以讓它比較堅固 那看到這台其實就是我們特別有一個玩家 去幫我們做改裝的 一個Kratus的客製化的款式 那它有一個比較重點是 這一台啊 我們在今年也得到了那個 德國Design Award IF Design Award獎的一個榮譽這樣子 KUGA也有KUGA的電競桌 這是我們的電競桌 E-MARS電動升降桌 也是非常的有名 那它電動升降桌其實是很多款式 但是其實玩家們會希望他們的電動桌 也會有一點Gaming的元素 所以我們在它的兩邊 都有做這個RGB燈效的一個設計 那如果說你要調 你有時候玩遊戲做久 我覺得很不舒服 你想要站起來 那就是這樣 很簡單大家把它往上 它就可以升起來 那你就可以站著去玩遊戲 像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還有 鍵盤跟滑鼠的 都是我們很熱賣的產品 那以及滑鼠店 那這邊還有耳機 麥克風 支架 螢幕燈 螢幕架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還有螢幕截取卡 跟那個 那個 USB的HUB 就是總之你 你是一個玩家 你想要什麼樣的產品 你想到的產品 你需要的產品 都可以在KUGA裡面去找到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KUGA的Gaming Chair電競� 那KUGA的Gaming Chair 一直很受國外玩家的歡迎 那KUGA的Gaming Chair電競櫥 一直很受國外玩家的歡迎 那我右手邊跟左手邊 都是我們今年即將要推出的一個新款式 右手邊這一台叫做Nexus Aero 那它大家可以看到它最特別的設計是 它這個電競椅裡面有風扇 因為它部分的玩家 他們在電競椅長時間久坐 都會覺得那個皮質會很容易熱 所以我們特別在它的椅背呢 除了改成這個Mesh網狀的設計之外 我們還加了一個風扇 就是你久坐你可以感覺到 後面有一點點微微涼風 然後也會更透氣 那這個風扇很酷的是 它旁邊還有一個控制器 你可以這邊控制風扇的速度 還有它的RGB燈效 那這邊它就是現在是紅燈 但是你多按 它有好幾種內建燈效模式 所以其實它是一款兼具功能 然後也可以除了讓你很涼爽之外 還有它的一個RGB燈 RGB感電競感的一張椅子 那再來它有個比較特別的是它這個頭枕 是用磁吸式的設計 所以你是很好去控制它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根據你的需求去控制它的位置 那我左手邊這一款呢 叫做Hot Road 也是我們今年推出的一個新的電競 那它是整體是比較更賽車風格的 那它最特別的設計是它有一個 它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到一格一格 它是一個MOTOR LONG 多區的一個 多區不同 就是我們在它的椅背 這邊一格一格 還有它旁邊它其實是採用不同密度的一個泡棉 所以你坐下去的時候 比方說你在中間腰的地方 它會感受到比較硬一點 因為它要去給你的腰部一個比較好的支撐 然後在它旁邊兩側 我們會採用比較軟的那種柔軟感覺的設計 讓你做起來會比較舒服的包覆性 那還有另外一個點是 它的椅背啊 椅背後面是採用我們強化的一個 塑膠的一個硬殼的設計 也就是相較於我們一般的這種Gaming Chair 它後面是那種皮質的設計 我們這款它是採用這種硬殼的設計 除了是讓它整體看起來更有那種賽車椅的風格之外 它這個其實是很有支撐力 以及它是很有彈性的一個材質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你晃動比較大 就像你自賽車選手在開賽車 有時候晃動比較大的時候 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去給你一個比較好的支撐 那這兩款椅子預計 也都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時候會開始販售 好以上謝謝 好那接下來這裡呢 是展示我們Cougar它的鍵盤 滑鼠、滑鼠電還有耳機這些左邊設備 那這邊要跟大家介紹 首先要介紹的是這一款 叫做Puri Mini 它有Puri Mini RGB 它是一個60%賽式的鍵盤 那它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 因為它很小 所以它可以為你的桌面空間 就是給你更大的桌面空間 因為有些玩家你知道在玩遊戲的時候 它需要很大的空間去移動那個滑鼠 所以像這種比較小的鍵盤 對它們來說可以節省很多桌面空間 那再來是它附有一個磁吸式的蓋子 所以你可以把它帶出去 因為它很小所以方便攜帶 那你帶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那個蓋子把它蓋住 你就可以不用怕你的按鍵啊 會受到一些傷害 那再來這邊是另外一款叫做 Venta S的鍵盤 那它是屬於剪刀腳的那種 比較薄型的按鍵的鍵盤 那種黑色跟白色的款式 那很多人他很喜歡白色的那種 極簡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特別推出了這種白色的款式 那這些鍵盤都有RGB燈效 那你都可以透過鍵盤或是軟體去控制它的燈效 那再來是這個滑鼠 是我們推出的一個輕量型的滑鼠 叫做Air Bladder Tournament 它只有62克的一個重量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是覺得很輕易 然後可以移動的很順 然後也是一樣它還有一些 它這個輕量是因為它有這些中空型的設計 所以我們幫它整支滑鼠節省了很多的重量 那以及如果說你不喜歡這麼輕的滑鼠 那你可以看我們這支Dual Bladder Dual Bladder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是有非常多按鍵 那你每個按鍵呢你在玩遊戲 或是在做各種不同的多工應用的時候 你可以幫每個按鍵設定不一樣的功能 而且它的這些按鍵呢 如果你用不到你都可以把它這樣拆下來 就像這樣就把它拆下來 那依照你的需求去刻字畫這個滑鼠 那再來還有這一個滑鼠墊 是叫做Xlider 這個是我們今年推出的滑鼠墊 那它預計在今年下半年的時候會推出 那它滑起來就是屬於比較那種 有點就是很像你在一個冰上面 冰上面滑的很滑順那種感覺 叫Xlider 那再來還有上面這三款耳機 包括Ominus Essential、Spectral 還有Prime是我們的無線耳機 然後也預計是會在今年下半年都上市 無線耳機它有分藍牙連線 跟USB Dongle連線 那就是依照你的需求去選擇攝影的耳機 那再來是我們這個 我們的Essential其實 這邊沒有差點 它其實有做RGB的功能 所以你就帶起來就是很有那種電競感 那最後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Cougar的電源 Cougar的電源 我們今年針對 我們推出了三款ATX30的電源 因為現在ATX30是電源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推出了三款全新的ATX30電源 分別是Polar X2、GXX2跟GST 那這三款最大的差別在於 Polar X2它是白金牌的效能 那它總共有1200W跟1050W 是主要for一些需求比較 散熱需...不是... 硬體需求比較高的玩家 那它是白色的設計 所以說如果你喜歡白色的機箱的組裝 那你就可以選擇我們Polar X2 那在GXX2它是金牌的電源 那它總共有1200W到650W 那也是根據你的需求去選擇 你要怎麼樣的瓦數 它的瓦數的總類會比較多 那最後呢是GST 那它也是金牌的ATX30電源 那它跟GXX2的差別在於 GST它是直出的 電源是直出的 那它的瓦數只有850W到650W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你就可以選擇我們GST 這一個比較低規款的ATX3電源 那如果說你的需求比較高的話 你可以選擇Polar X2 那如果你覺得你是中間 那你就選擇GXX2 然後以上是我們Cooker今年 就是針對ATX3電源所推出的一個全新的電源 那這邊是Cooker今年推出的新的機殼 除了Quartus之外 我們今年也推出了一些全新的機殼 包括我們Panzer 800 MX600還有我們的DuoFace Pro 跟DuoFace 那DuoFace Pro跟DuoFace 目前都已經在台灣有販售 那MX600跟Panzer 800 它們都是屬於比較軍事風格 然後網狀設計的一個機殼 那也是預計會在今年下半年的人販售 謝謝